今天早上正式调试完了 现在开始把这个环模开始干上来 开干几分钟 那个小杨老板还没来呢 他这个厂长老赵厂长说可以 每动步骤就是在这儿稍微细点 昨天他跟你说了吧 想把这个环模退回去 我说那你看你死了 但是你退回去这一个我试车都没有 我说你先留着吧 以后下个球 或者这个越死眼越大眼了也 现在的电流才接近五十 我现在一样几分钟 我看着料干都硬都啥 行了咱一会儿再放料 先你上午干的七十八十这流 下午的那是九十 那两个这不是吗 没有人 工人都干活了 他这个厂长木俩长 这个机器摆完了 就差接电 接完电以后 把这根传送带 塞到这个窟窿里头 塞到这个窟窿里头 完了除料以后 也往地处搞铲车 他往那边大料堆船 现在这么摆完了吗 那这根传送带往前一凑合 上这个搅拌机搅拌机除了 上咱这两个平膜机器 我看这个平膜机器 跟原来不一样的就是 一是咱们没有二次油泵了 就一次油泵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 那滚子里边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清料那个刀 是不是 原来有个十字架刀 现在没有那个刀了 我一会儿还在把这个刀具 还在给它调调 那个刀具就是太近 都碎乎了 后来我把刀具放开了 放了现在得有接近 十一二个十五到十二十个吧 这粒很长 它们不怕长 是不是 这么长的刀具印 要不越短 它越碎越不整了 看就不好 是吧 这么长 它就这一点细点 这要是六点零的 就跟那谁那似的 跟他妈姓业那个家伙 就跟那个那个保定那个 是什么地方那 就跟他那人那家 得到现在 帽子 是真的 很长大的